对于司法的案件 最近全民所瞩目 国民党的立场很清楚 我们一定坚定的维护 司法公平 一定坚定的守护程序正义 勿忘勿重 是我们大家都常常在讲的 但是它绝对不能变成口号 勿忘就是绝对要充足的证据 才能够办 而不是透过螺资或议策的方式 来造成当事人任何人权的损害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础 有证据可以办 办到底 没有证据如果办的话 就变成了斗争 变成了政治恶斗追杀的一个方式 民进党这一段时间 所针对反贪速贪 大旗摇得非常好 但是我要再次的提醒执政当局 尤其赖主席 足够的证据办到底是速贪 没有足够的证据 而这样办就变成政治清算 大家要知道 司法绝对不可以变成独裁者挥舞的鞭 司法不可以变成独裁者挥舞的鞭 要变成社会公平正义衡量的词 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司法的公平正义 另外 司法的标准不能跟温度计一样 不能跟浮标一样 变来变去 手中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 七年不办 现在才办 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 你硬要办七十个小时 想要得到结果 这些都不是人民可以接受的 唯有公平正义 唯有维护司法人权 程序正义 司法公平 勿望勿重 民众才能够接受 共同党主席柯文哲一大早现身松山机场 先别紧张 他是要和国民党团参加复婚期母亲告别式 但就在这敏感的时刻 金华城闭案 柯文哲无保请回 但北检三号提出抗告后 靖州汉随即爆料 检联掌握了柯文哲 高达千万不明账目 仔细看靖州汉的报道 千万金流几乎只出现在标题 以及应小威收售汇款消失了一千五百万元 检联追科账目出现惊人巧合 民众党发言人吳一轩就痛批示 毁灭人格 看出来他通篇的这个新闻 感觉就是一个组合权 东拼西凑 然后试图想要毁灭柯文哲的人格 但是你却没有看到在新闻里面 提出相关的证据 周刊内容还提到2020年4月 柯文哲拿出金华城容积率与楼地板面积差异比较的文件 转交给彭政生 还在便签上写下 给彭富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还是要强调 他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又是北检给特定的媒体吗 假设他是真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柯主席并没有叫公务员要违法 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也加码爆料 早在2020年4月 都发局的公文中 就提到金华城开出了楼地板面积 678.91%的条件 但监院认定 结果为容积率不得超过560% 考量本案在法院诉讼中 建议寻诉讼程序解决 以免有图立金华城的争议 公文最后还有柯文哲的清章 更写下四个字 速审速决 都发局所有同仁在处理 当然应该也必须定时和市长报告 我印象所及他知道 主席他说的不知情 大家一直误解成他什么都不知道 柯文哲市长 前市长他不会去参与相关审议的过程 所以他当然不知道审议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名嘴见缝插针 然后看图说故事 产出一些相关的这些资料 能够来浪费检办案 当初一份填膺的一句不知道 恐怕将左右未来 柯文哲司法站的走向 记者林居峰 蔡表达台北桑报导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力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